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二十三十分之五十一分 地点 红楼三零二会议室 出席委员 红委员 慈庸等十人 列席委员 叶委员 仪金等十一人 请假委员 陈委员 智慧等二人 列席官员 法务部部长 蔡清祥等人 主席 段召集委员 宜康 报告事项 宣读上次会议室 决定 确定 讨论事项 并按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 揭闭者保护法朝案等七案 本次会议由委员 红委员 慈庸等十人 提出质询决议 报告及寻答及大体讨论完毕 进行逐条审查 名称 修正为 公益揭闭者保护法 委员 总统赵等三十二人 十二一项党团 委员 陈明文等十九人 分别提出第一张张名及第二张张名 均步于采纳 第一条 除第一项修正为 为维护公共利益有效发现 防止追究重大不法行为 保障公部门及事部门接近 接闭者之利益 权益 特制定本法外 与造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二条 造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三条 韩委员所提修正动议等 第四条及第五条 均保留送院会处理 其余条文 令定期继续审查 委员咨询室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或以书面答复者 请相关机关紧述 送家个别委员经文委员会 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同仁 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 若没有我们议事录就确定 现在介绍练习官员 首先介绍法务部 陈明堂政务次长 连政署郑明谦署长 最高检察署杨世智主任检察官 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处林市委处长 调查局经济犯罪防治处 武荣村处长 调查局廉政处林玉珍副处长 调查局总务处张仁达副处长 立法院法治局李淑娟副局长 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 张文豪科长 司法院刑事厅如言药法官 行政诉讼及惩戒厅彭康凡法官 侦察院监察业务处第五组 黄玉仁组长 群序部法规司 陈佩婷检任视察 公务人保训委员会 保障处 陈永信专门委员 经管会法律事务处 李玉德副处长 行政院环保署 郑峰市 廖长新主任 内政部 林郑司 张戴琪检任视察 移民署 赖敏之专门委员 检任署行政局 洛立凡检任间 卫福部 医事司 宇念慈检任记证 保护服务司 林春燕检任视察 社交署 儿少福利组 林芝瑞组长 石药署 企划及科技管理组 张新文副组长 国防部 政风市 简任编转 叶建华 经济部 商业司 胡美珍 专门委员 交通部 政风处 王爵副处长 教育部 政风处 刘广基处长 劳动部 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 黄维称副司长 劳动关系司 罗文娟专门委员 劳动福祉退休司 杨梅寅专门委员 劳动法务司 陈文中专门委员 劳动发展 劳动力发展署 叶明如 检任视察 职业安全卫生署 叶景检任记证 财政部 赋税署 蔡成分专门委员 人事行政总处 局与福利处 郑琼华专门委员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政风市 林卫民主任 行政院农委会 林务局 民政管理组 黄丽萍组长 海洋委员会 政风处 红天龙副处长 海洋保育署 李小霞专门委员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企划处 罗天健副处长 公平交易委员会 法律事务处 谢坚章副处长 国家安全会 政风市 蔡金发主任 国家安全局 赵元善 法务市 赵元善主任 工程会 林玉平 书记官长 跟文会报告 今天跟后天 就是礼拜三 是两天一致会 我们排定的 今天排定的议程是 第一 并案 继续并案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 接避者保护法 草案等七案 第二 继续并案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 政治档案条例 草案等四案 我们现在先进行讨论事项 第一案 的 接避者保护法 草案 上个星期四 本会已经处理到 第 第五 第五条吗 没错 三四 三四五条 今天要从 第六条 好 其实 处理到第五条 我们现在继续 继续处理 逐条讨论 那我们先回到 上个星期保留的 第三条 这个关键条文 那么 上个星期有请法务部 回去研议 那么 请问次长 你们有没有什么 可以跟我们说明的 关于第三条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有 建议说 可不可以 因为 后面的户表 确实是太过于 过于细节了 而且油业委员 指教说 将来能不能 踩大快原则 这一点我们的可能 耳后 后续在这做处理 那我们是建议说 一个 是不是可以用 附带结议的方式呢 要求我们在 试行细则中 订定参考基准 那 我们有几个 先 初步研理的几个参考基准 第一个 是侵害国家法律 社会法律 以致重大不法行为 第二 涉及不特定 多数人利益之犯罪 第三 违反环保 食安 社会福利 金融秩序等法规 逐身损害 以公众之生命身体 健康财产等利益之余 第四 维护弱势族群 之权益保障 第五 其他侵害公共利益 情节重要者 第五是概括条款 那 是不是用 在本法第七条里面呢 加一个授权条款 那将来我们在定的时候 有个基准 那定出来的 法规命令呢 将来还在 受用立法院来审查 这样的机制可能会比 现行的这种用副表一副表二 过于细节的方式来做处理 那请委员指教 谢谢 好 我不晓得各位同仁 我们有没有了解次长的 这个说明 如果有不了解的话 这个再 来我们请省委员 我是不太了解 从 这个 我们是用在那个 提案的说明上面 可是事实上在我们的条文里面 写的 因为惠立这个法 其实有很多原因 其中包含 这个 我们有许多的食安上面 出现的问题 可是 这个工作人员 他是知道的 而没有去揭蔽 所以 在国外有叫 吹哨子条款 那有各国的说法不一样 名称不一样 那事实上的意思也是这样 可是这个揭蔽 我看我们所在第三条 主条文里面 本法所称 揭蔽案 大部分你看 都是属于 比较公务机关的 一个揭蔽 而对于 人民团体 或是民间的 这个 这个企业 在他所产生 这个 不管是 违什么法 或是违害人民 身体的这个 这个健康等等 这个重大的 这个食安问题 我在这里面看 比较 无法看出来 你用副表的方式来处理 我觉得这个 在立法体力上 是不够的 而且这种 吹哨子条款 就要鼓励 鼓励 所以这个 这个鼓励里面 是世界各国 都已经在食之有 年了 美国 日本 各国都有 所以在第三条条文里面 是主条文 那我希望是不是 在这个部分 有什么样的 这个 防部 有什么样的 说法 或是在条文里面 怎么样来显现 揭露这种 所谓 这个 不当的这些 涉及我们 国家食安的 涉及 这个工商 工商的企业界 老板 他为了谋求 个人的私利 不顾人民的健康 不顾 国家的安危 像这种 这种 这个是 催修的条款 如果在这里面显现出来 是不是 次长 你可以答复我 我能不能来替 我来跟省委员说明 好不好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 花了很长时间 讨论这个部分 那么法务部也承认了 因为他第一个 跟您说明 这个副表 是等于是法律的一部分 所以他的地位 并没有比较低 他是如果这个副表 要修改的话 他还是要经过立法院 但是这个变成很麻烦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行政院 他们会整各部会 所送来的 这个副表的 所牵涉到的法律 那有的是刑法 有的是行政法 那有的呢 因为各部会 各自站在他们的立场 他们标准 其实不太一致 然后这个法条 非常的繁琐 所以我们如果要 在省这个副表 要花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那未来他们要修改 假设在实行上面 发现有什么问题 那变成他要 循修法的程序 再送到立法院来 所以在上个星期 有跟法务部建议 就是回去去汇整一下 把标准定出来 把这个 这个您刚才所关心的 其实您刚才所关心 这个实安这些问题 本来都在这个副表里面 但是他除了 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之外 他还有其他的 会侵涉到的法律 就是如果刚才跟您说明 他非常的繁琐 所以呢 跟法务部的建议就是 那法务部在上星期 也提出了一个对案 就是他所以他就不把 这个第七款跟第八款 他就把它拿掉了 他就变成要搜紧他们定在 这个实行细则里面 然后呢 我们会做一个附带决议 对大家所关心的这个领域 要求他们必须要符合 这个附带决议所定的 这个领域跟标准 那或者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附带决议 我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它定在这个条文里面 那比这个 这个附表要更繁琐了 我觉得这个实实上 恐怕是做不到的事情 他用附表是一个 不得意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处理 就是把这个附表 要修改附表 或者讨论附表 这个修法的这个程序 就把它放到后面去 那我们现在先处理 现在的条文 因为这个条文 即便我们审查出委 他必然还是要交付政党协商 所以在这个会期 其实很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花比较 让行政部门 有比较多一点时间 去整理他们 真的照其一的标准 他们希望放到 这个接闭者 保护接闭者这个范围里面 我不晓得这样子 说明能不能理解 或者市长要再做补充 来请省委员 那个主席 我是觉得 在这一条里面 老百姓应该会非常的关心 如果一般老百姓知道 我们在审这个接闭者条例 是一则会认为 立法院有在做事 重视民意接地气 可是二则是 这个立法不能出照 不能期待着政党协商 我们都晓得 政党协商就是少数几个人 在那边谈 最后在院长协商 也看几个政党 然后各自派的代表 在那边表述意见 可是这个不足以 来规范我们所需要的 我认为在立法之初 就应该 像我们没有要你 罗列出来 哪几项目 是属于接闭者 而是应该概括的 讲哪一方面 是属于这个范畴之内的 然后在这个 至于细节 这个司法机关 他们罗列出来那些 可以 我们可以授权立法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 我没有看到这方面 这个所谓揭蔽者 除了这政府机关的部分 没有看到其他 我们人民民生所必需的 或者是工商企业 所造成危害国家 或危害人民生命的 这些揭蔽者的条款 在里面 而条款里面我看不出来 如果你以第七项第八项来说 这个是处于罚款之违规行为 那我问你 那地沟油 搜油事件算是 只是一个处罚款的违规行为吗 那譬如说 这个 有人在制造枪炮弹药 那那个危害国家人民安全 等等 类似这种民间行为 你之前规范了很多都是政府公共行为 所以我刚刚听主席念了一大串 全部都是政府机关的 有关于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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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子 我没有念啊 有没有 我看你念很多人来啦 来来来 来列席的人啦 各部位各单位啦 都来了 可能这当然是跟政府里面的 吹哨子条款有关 但我现在吹哨子条款里面 除了政府机关的吹哨子条款之外 就是揭蔽者之外 我现在要谈的是 我们广泛大众所另外一个关心的 有关于民间企业的吹哨子条款 在这里面以后没有办法规范 有那请市长回答 一个我跟声音说明 我们念的这一大串里面 大部分都是跟民事部门的 揭蔽者相关啦 而不是跟工部门啦 就是你如果看我刚才念的这些 包括教育部 交通部 经济部 国防部 劳动部 财政部 然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农委会 海洋委员会 工程会 公平交易委员会 卫福部 内政部 环保署 金管会 这些其实都是跟师部门有关 如果我们只审查工部门 他们就不需要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是请 这个次长 这个法务部跟审委员说 如果审委员还是坚持的话 我们这个条文就暂时还是再继续搁置 好不好 你们再私底下跟审委员去说明 我们上个礼拜讨论的过程 好请市长 跟审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 实际上这第三条 我们是整个有脉络下来啦 揭蔽者 本法是规定工部门 事部门并列的啦 在第一条第二条里面就有这样想 那第二条里面呢 在第三条里面实际上 哪些弊案我们上次我也报告过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弊案 所有的犯罪 所有的划缓 通通都属于揭蔽范围 因为揭蔽最主要是要保护那个揭蔽者 在我们第五条里面 保护揭蔽者 避免后面呢 人事啦 人事异动啦 包括工作条件呢 给他不公平待遇 歧视待遇等等啦 所以在前面所列及的弊案呢 我们是采取比 跟委员的看法是一样的 采取比较呢 多数上社会上 认为重要的 重大的 那研究院的立法例呢 是把一到六款 这看起来比 比较像公部门 没有错 那第六款 第七款第八款呢 事实上是公司部门 所以我们采用负表列及啦 但是上次 在审查的时候呢 有不少委员 是提出来说 我们那个负表列及呢 过于琐碎 而且 比方说 实安法里面只有这两条三条吗 其他要不要 应该要不要列入 后来我们也考虑说 所以刚才委员有提到说 是不是要起来一个大块原则 是比方说 总的大块原则像我们的第一款 赌值罪章 就是一个大块的赌值罪章 它不分哪一条而已 比方说贪污制条例 那就整个条例 类似这样条款 所以我们是有考量说 由赵伟还有几位委员提出来说 在我们的细则里面 先定一个 先定一个比较有强制性的 哪些标准出来 然后呢 我们根据这个标准呢 再把这个负表 负表我们暂时就不列 然后用公告 行政院公告的方式 同时还有一个条款 也是委员建议的说 这个换委员 把七八款合并 我们初步建议说 其他金主管机关公告之犯罪 处以缓缓的违规行为 或应付惩戒行为 包括犯罪 包括缓缓的违规 包括负惩戒的行为呢 那我们再把这个大块 或是其中的大块中的小块 我们再把它用公告方式处理 同时加一项说 这个弊案的范围 由法务部会商相关机关 来公告定制 并且要定期检讨 公告调整增检 就刚才主席有提到说 有一个机制 那这个随时可以公告 就有点类似海关禁火税则 它也有税公告调整 这样的话呢 就会实物上比较周延 那刚才委员关心的呢 民间的 因为民间的范围很广 从一般背信 到特殊背信 都是背信 所以我们不能只写一个背信两个字 比方说证交法有特殊背信 税则还很高哦 那证交法里面可能有内线交易 要不要列进去 那这个我们在做 后面就细致的讨论 我是以这个为例 所以跟委员报告说 哪一些比较社会上认为重大的 重要的 或是需要 矚目的 需要 认为弊端可能性会大的 我们就再把它用公告 来列起那些条款 或是整章 或是整个法律 整部法律 这个我们在 后面再做 西部的思考 主席我来讲一下 这个 我的意思是 我刚看你们拿了附带决议这个修正 看你们有在努力 但是我要跟您提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想请教一下 那 我因为吹哨子条款 就是我们现在揭蔽者条例 这是一个 我已经是个普遍立法 而不是台湾 才新要立法 我想 因为我比较晚到立法院 那之前很多我也肯定根据台湾 这几年来所发生一些问题 而希望有揭蔽者的这样的条款 来保护揭蔽者的权利 也保护公众的安全 我想这是基于善意 不分朝野都是这样做 但是我想请教是 身为一个主管 目的主管事业单位 目的主管机关 我想请教你 美国的吹哨子条款 日本的吹哨子条款 因为这是不同的体系法律国家 或欧陆的 看是德国或是法国或是英国 他们在这个 有关于这个揭蔽者 这个保护 你们也没研究过 他们的立法体力是什么 还是只是我们自己闭门召居 一条法律里面 在讲揭蔽者 讲八款 其中一到六都讲公部门 私部门的七跟八 我看不出来有多少 真的可以规范到私部门 还在授权里去立法 那这个法是 到底我们这个法是不是很适当的 很周延的 我们知道我们立这个法就是要保护人民的权益 也保护所有人民的权益 也保护国家的公共安全 国家安全等等都在里面 也就是所有的揭蔽者 揭蔽者 或是吹哨子的人都可以在里面 这是个全世界很成熟的 民主国家很成熟的一个法律 所以在这里面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他们的立法体力是什么样子 我想人家他身之时可以错工资 我不知道我们做了没有 我所看到你们这样 我实在看不出来 我有你们条文看不太出来 因为这个部分 在我还没有经历法院之间 我研究了 我有稍微研究过 所以我看你们这样子 就觉得你们欧美体力研究太少 还是国家 外国国家到底你们有没有做一个会整 而怎么样整理好之后 比较适合台湾的 应该可以考虑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后来沮丧 而不是我们现在立法 东缺缺西缺缺 还要居然授权你 空白授权 让你去弄一个负表一负表二 随时可以再检讨 当然人民的权利是要照顾的 可是也不能这样 这个我们不知道你未来 会怎么样子去做空白授权 好 这个我们上次都问过了 没关系 市长您就再回答一次好了 您有没有参考国外的这个立法的规定 那跟主席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个事实上我们有参考国外立法力 美国 是我们主要参考 但是美国是站在各个法力 它没有整部的这个通法 它是站在各个别法力 比方说证件法力等等这些 日本呢 它有法力 但是呢 它是用负表 我们这个立法力的负表 日本也是从最早的实安案件开始来的 由小到大到多 那后来我们参考的是 欧美也是在大概这种两种类型 那我们参考的日本呢 用负表方式来看 但是负表方式来看呢 各部会呢 站在自己的作为观点上看呢 可能劣集的太少 这是上次委员有指教过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 委员的指教也非常对 所以呢 我们采取说 是不是用授权的方式来 还是在立法院的监督之下 那主席上次也特别提到说 你们的标准在里 就是我们的标准在哪里 所以我们来回去 再经过这个思考一下呢 先列一个大致上标准 看看委员意见 然后这个要定在细则里面 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要定在细则里面 是是这张 那个要附带决议这张吗 这是参考 这是参考 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提出来 是他们的要求 要求他们根据这个原则去定 是委员的要求 没关系 现在我们就 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继续保留 这个我们上次委员会 已经做过决议是保留 那只是因为 今天还有复议的机会 所以本来主席是希望说 大家再讨论看看 等到法务部讨论过 一个周末之后 有没有这个 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建议 看大家能不能接受 如果大家还是要 这个坚持的话 我们就继续保留 好请看第六条 第六条 这个 法务部或者连政署 有没有要做补充说明 要跟主席的各位报告 第六条是有关于 受理戒闭机关 他有给他一个一定调查 要跟调查完成的这个期限 这是对机关的要求 好第六条各位有没有意见 请洪委员 好因为我看这一条 我们行政院把这个 受理戒闭的对象 分成两层 一个是受理戒闭的机关 那在第四条 那这边呢 另外把民意代表媒体 跟民间的公益团体 列为第二层的 这个受理戒闭的对象 那你们在这一条里面呢 有提到说 这个只有 未于二十内 二十日内 未内或受理调查之通知 经处请办理后 于十日内 人未或回应 或者是查无时据结案 才可以再像 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三种人来提出 可是你们在说明的里面 第三点有提到 如果接闭者 他先向第二层来接闭 或者是同时 向第一层跟第二层来接闭 或者是在第一层 他受理调查基金 如果向第二层泄漏的话 都不再本法的保护 我在想说 这样的保护会不会太窄了一点 这样的规定会不会太严苛 因为有时候 你这样子规定 你的受理最长的期限 不受理的最长期限 可以达到三十天 那如果是有一些 急迫性的案件 要怎么办 比如说这是有重大危害的 那你在这三十天 他如果 就是不受理的 这期限到他三十天 那如果他在这三十天 向第二层再去提出的话 那也不受这个法律的保护 那我觉得这是 好像有一些不合理哦 所以是不是请次长 在这部分做一点说明 好 麻烦请说明 主席各位 有关这一部分的话 为什么要婚人两层 事实上呢 我们是接避者的话呢 原则上是希望像 这个有调查犬机关 侦查犬机关 调查犬机关 或是本机关的要求 这个是规定我们的第四条 叫受理接避机关 我们受理接避机关 也换位很广 比方说上次我也指教过 像君子人员 是不是一定要向金方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 可能将来再做建议修正 把这个再处理 也就是说呢 希望第一层的保障呢 能够更严谨一点 然后呢 才会牵挤到后面的 需要保护的工作环境 工作条件 人事牵动 人事升迁等等 人事调动等等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第一层要优先处理 第二层的部分的话 一方面也是避免 台湾过长久以来的 所谓的不经查证的 爆料文化啦 因为直接就比我 像媒体爆料而言 很多人动不动就像媒体 但媒体也没有查证权啦 所以有时候就会比较偏一边 那万一认为不是的话 当然有可能是 可能不是 那万一不是的话呢 那就可能会造成 那个公 公家机关 或是公务员 或是民间厂商 等等的某种程度的困扰 甚至呢 造成厂商的这种 民进受损的 甚至影响到财经的发展啦 所以呢 我们是采取国外的立法力 先第一层向有关机关 有权者机关来处理 如果有权者机关 他不负责任 所以我们在第六条呢 就加上一个二十天 事实上也没有很长啦 那这个二十天的话 超过这个时间 那二十天加十天 如果你这个没有的话 你可以向第二层的 所谓的爆料文化 像其他 比方说 媒体啦 或是像民意代表来 一方面呢 我们也顾虑到说 因为民意代表呢 也是因为 人少是凡嘛 那助理要查证等等 这些都有它的困难度 因此呢 我们希望采取这两层性的处理 来做这个互补的作用 请欢迎 谢谢那个次长 你对这个 我们民意代表的这个体恤 就是我们人很少 要做这些事情 有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被 次长说服 因为其实 有时候 这个接避者他要去 接避 他不是为了爆料 就是你刚刚的这个言谈里面 会觉得说 我们为了要防止这种 就是 这种爆料文化 然后造成就是 可能这个被 接避者单位 如果他没有这事实的话 他受到 民意上面的一些伤害 但是有时候是因为 我们过去官僚体系 这种官官相互的这种文化 才会让这个 接避者他 不信任这样的一个体制 所以 他为什么要对外来 做一些接避 那一定是有过去这样的一个文化 造成让他不信任 所以我不认为说 刚刚 次长所说的这个部分 可以说服大家 那所以我觉得 现在目前的这个 这个时间 跟这个保护的这个范围 我觉得还是真的太狭窄了 那另外一个是 你们这个草案里面 你们 也有写说 这个 至其向受里接壁机关 接壁时期 依本法规定保护 对 然后 我想要问的是说 他如果像跟民意代表 或者是说 像媒体 或者是这个公益团体 来举发 那他的这个时间要怎么算 因为你像 在我们立法院常收到 有一些是陈勤 那他送进来 他可能会送给多位的委员 他也不是 可能只送给一位 那他送进来 我们可能 有一些 可能没有注意到 或者是说 他就当作是一个黑函 然后他也没有 特别去处理 那这个受理时间 到底要怎么样去认定 所以这部分 是不是 也没有讲清楚 所以这后面 在处理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困难 那请署长 主席 各位委员 大家好 他那个起算点 是从第一层 第四条的 是跟第一层 20天的起算 是从跟第一层 受理的那个时间 开始 开始起算的 开始起算 所以这个20天 如果说 威后回应 他已经跟他 跟他 揭毙了 那是威后回应 20天 那威后回应 他可以再 再花个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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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间 就是在10天的时间 再跟他 独处一下 如果加起来 没有的话 进入到第二层 那顺便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这个立法力 我们是采 是采外国的立法力 包括美国 日本都是 内部机关 先受理 先受理 那没有的话 就像这 为何回应 或没有效果 我们才进入到第二层 那日本是采 三个层次 第一层的就是 他那个机关 内部的 他没有 没有回应后 再进入到第二层 就像我们现在 譬如说检察机关 监察院 或者真空机构 或目的室内主管机关 再进到第二层 那这个没有效果的话 再进入到第三层 那我们这个立法力 是把第一层 跟第二层 给它合并在一起 所以如果说 这个监闭者 内部监闭者 他可以同时 跟那个机关内部 以及跟机关外部的 他们那个 包括检察机关 包括司法警察机关 包括目的室内主管机关 以及监察院 或真空机构 同时 他可以万件齐发 所以这个 这个效果的话 我们是认为 他这个有内部调查权 所以这个效果 应该可以足以 让这个监闭者 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护 那如果说真的 这些多司令的 我们才进入到第二层 好 进入到第二层 那我想这部分 可以给委员 做一个参考一下 靠起优人 我这里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在你们的这个 第二项 就是说 他如果是 接闭者经过受理机关 然后受理调查以后 认为查武实据的 就结案通知 那他可以再向前项人员 服务法人 接闭者 应该按令经起诉 裁定交付审判 惩戒 惩戒 惩罚 弹劾 纠正 纠局 或行政罚还者 违宪 那以本法 规定 保护之 那这里就是说 我们也实际上会看到的 因为他必须要先向 主管机关去接闭 那主管机关 有可能就是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然后就是 炒武实据 就结案了 那当然 接案会通知他 那接闭者他可能就说 明明就是这样子 你们关关相互 所以他去向外面爆料 那这时候你们是说 要等到查到 他比如说被起诉 或是裁定交付 就是等于是有实据的时候 他才会受保护 可是这里呢 就是我们对接闭者的保护 他其实有两种 一种情况是说 他接闭了之后 他身份的保密 还有他人身安全的保护 这个都必须 在接闭的时候 就要保护的 那另外后面的第二层 才是说 他可能因此被 被犯或受到一些 不利的处分 那是属于事后的救济 那现在你必须要等到 他有实据的时候 才开始保护他 那等于他前面的这些 他可能身份就被揭露了 或是他可能就受到 人身安全的这些部分 但是因为还没有实据 就是说还没有起诉 什么等等 所以他还不受保护 那这样妥当吗 阿信署长 跟委员报告 这个第一层的 在一开始在受理 就启动保护的一个机制了嘛 所以只要践行到第一层的一个接闭 那我想整个一个照目前的法案 包括人身自由的 人身安全的一个保护 包括身份的一个保密等等 这个就受到保护了 他必须 他如果说直接没有第一层 直接进入到第二层 那当然不受到奔法的一个潮温的一个保护 那刚才委员有提到的 就是说查误实据 这个因为他有践行到第一层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程序了 那因为有查误实据 然后未后 那已经获到结案通知 这一部分 当然我们就要分情况了 如果说 有底下 像如果说有另外 有后来有在接闭的 因为跟那个媒体接闭 或者是跟民意代表接闭 或公益团内接闭 如果后来真的有查到了 以前第一层是查误实据嘛 就像委员讲的 这个可能有观观相互的一个情形 后来到第二层 有查到了 真的查到了 查到当然要保护嘛 要真的包括身份的保密 包括人身安全 继续保护 那但是如果说 第二层都查不到实据 那当然 这个可能 这个弊案 可能就是 就不是真的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一个弊案 可能他这个 可能是一场误会 或者是其他的情形 那当然就没有 人身安全的一个保护的必要 也没有身份保护的必要 根本更没有 那种那个 自白减刑的 减免的一个必要了嘛 那我想是这样 只是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而已 若查当然有 那若查 这个是指引误会异常 那当然就没有 没有这个一个 一个人身安全的 一个保护的一个必要 那以上 好 游会员 好 我再请教一下 其实我讲的是 那个中间的空窗期 就是说 因为他已经通知 结案 所以他其实就不再受 所谓的这个 戒逼法的这个保护 所以他的人身安全 他的身份的保密 就不再有 所以这时候 他有可能已经 就是说 那他这时候 虽然去跟媒体 爆料什么等等 这时候他身份 可能会被揭露出来 或是他的人身安全 有可能受到威胁 但是因为这一段的期间 因为 上面结案了 下面他又再去爆料 但是在这中间 因为 就是他在爆料 检查机关又再重新查 那还没有起诉 所以在这中间的这一段 期间的空窗期 他的人身安全 跟身份的保密 如何处理 跟我说明一下 我们在后面条文 15条里面呢 也有规定 受理揭闭机关 跟他 还有调查 或机场的人 对揭闭的身份 一开始就要保密 一直到他结束 都要保密 那结束以后的话呢 他本来就 对这方面呢 就有保密义务 就不应该泄露 在16条里面有规定说 所受保护 不应下列情形而丧失 说 这个所揭露的案内容呢 无法证实 也不因为无法证实 就 他的保护 比方正能保护法的保护 比方说在依照本法 应该要守密 就是承办人员 应该守密的这个义务呢 不应为这样而丧失 所以呢 刚才我也有提出来说 在依照我们第二层的 第二层的接壁的时候呢 在第一层结束 到第一层之间 我过去知道的事情 我承办人绝对不能出去 泄露出去 或者我有行政责任 可能有 还有泄密责任等等这些啦 那所以 在这个情况 应该不会有空窗期 当然呢 少数的 那个不孝分子去做 那应该就要办他行政责任 办他习责任都应该办 这是 这方面应该没有 基本上呢 除了16条的 这个例外以外呢 应该 不会有 泄露的 机制啦 我们有机制上的 来保障 那在第六条这边的话呢 所提出来说 那 向第二层 向民意代表 向这个媒体 来请求第二个 那因为还没开始查嘛 比方说 我1月1号查了 4月1号 4月30号结案了 这段时间 所做的事情 我不能泄露出去 到了5月31号 我又向媒体 我又向 那个 民意代表来 来做第二层的检举 那5月1号到5月1号 中间发生的事情 我承办人就不在 他的范围内嘛 对不对 然后呢 5月1号以后 开始机制 那要查 要查的结果 那必须要等到说 之前我都查过了 你再重复来 那应该等到说 我后续查的部分呢 有受到我们 第六条所列挤的 这些状况之下 那你回错来做保护啦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应该对身份啊 包括正能保护 等等这些的话呢 正能保护该有的 他就会做 那如果是人事异动 人事异动 比方说他7月1号被调动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要回溯到7月1号来做处理 但是因为 情况还没有明了 也不宜说贸然的 就是说 要主管机关 或者那夜管机关 或者那单位 马上要把他做 恢复回来 好 请管委员 谢谢 我还是想 请教 就是说 分层啦 强制分层的问题 我在质询的时候 也是重点之一 我们可以说是 根据外国的立法力 我们给予强制分层 你一定要在内部 先有截壁的程序 你去外部截壁的话 这样的程序下来的人 才会受到保护 那如果说你跳过第一层 你直接在外部截壁 就不受我们 这个截壁者保护法的保护了 好 我还是对这个有疑虑 因为每一个国家 它的民主的程度 层次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家在制度面的民主 荣获是在全世界 是很先进的 但是在文化 在机制 这种有机面的领域的民主 我们每一个原生团体 每一个面对面的团体 比如说家庭 父母之间 我们真正民主化了吗 夫妻之间民主化了吗 职场上 长官与部署之间 我们真正信仰民主了吗 这种文化 城市的民主化 在台湾其实 我们还有一段路要去发展 让它更为成熟 所以我们揭壁这件事情 就跟这个部分息息相关 好 我从内部揭壁 到底能否守密 以我们民意代表在接受 就是跟政府机关 接洽很多个案的经验来看 其实这个保密的文化 在我们的政府机关 是很远很远的落差 是真的是远远的都做不到 事实上是远远的都做不到 所以我们强制分层的结果 就是让揭壁者 他确于当吹哨者 确于吹哨 或者说在外部揭壁的人 我们就不予保护 那我还是认为说 其实保护是分很多层次的 绝大多数我们需要保护的 可能都还不到 人身安全的保护等等 因为你揭壁的 那个案件的特性使然 但是有一项保护 它却是很普遍的 我们需要去做 那就是在人事上面 你被事后保护 我可能给你掉职 我可能给你 这个人事上面的措施 这个部分的保密 你如果说我直接跳过第一层 然后在外部揭壁者 我们保护措施上面 我们完全不给予处理的话 我还是认为这个保护 法下去是相当保守的 然后它对于揭壁这件事情 会有阻缺的效果 我还是担心这个 那你们怎么看 还有就是刚刚署长 刚刚您所说的 如果我揭发了弊案 但是事实上调查都可能是一个误会 我就不受保护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是你揭发弊案 你就开始受保护了 那即使说我揭发了弊案 事实上不是事实 应该要受到 我们这个保护机制的保护 好不好 好 请说明 我先说明一下 那个刚才委员所指教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事实上在第三条的受理 第四条受理揭壁机关 虽然称叫做内部的揭壁 事实上不是只有像公部门的内部 也不是只有像市部门的公司内部等等 那是第一款 我们的把那个受理揭壁机关的换围是扩大的 包括检查机关 斯瓦检查机关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监察院比方说 它的是下级的 它的上级机关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包括监察院 包括政风机构 把换围是扩大的 所以它的换围并不是狭隘的说 限于华务部就像华务部检举 不是这样 它可以像其他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换宽 那只是说呢 分成这两层 第一层我把他换宽 那去查查查 应该比方说呢 这里面有很多是公部门嘛 他本来就有守密义务 监察一划也有守密的义务嘛 所以这里面都有守密义务啦 那如果说 像刚才委员有时候指教的说 这个人事措施要受保护 在第七条就讲到 不利的人事措施来 是特别强调的 不能够 不当于把它调来调去调动嘛 这一点 委员关心的 我们在第七条里面有做处理 那只是说呢 前面开始已经查过了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五条 第七条的 这个 说明栏第一点呢 第六条的说明栏第一点 就特别强调的是说呢 第二层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向民意代表媒体跟民间公益团体 来爆料性的处理呢 虽然有预防跟减少国家 对社会损失的效果啦 但是呢 因为这些民意代表啦 还有媒体啦 还有民间公益团体呢 并没有行政或犯罪调查权啦 所以 如果揭闭的内容呢 就像刚才署长说 可能会不死啦 或造成企业的策略冲击 会有面带 所以我们在折中式的 折中式的 将在第一层的这些比较大的机关 有权调查侦查的机关 来做检举 来做揭闭啦 不能说检举 揭闭 那你就开始受保护 如果查无实据了 以后再做第二层的补充 也可以就受保护 所以这样的机制 那署长是不是会补充的 我想这个 这个查案 其实他的精神是在落实 对接避者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保护 那当然是说 刚才我做一个 一个补充说明 就是 如果揭露的一个内容 是无法证实的 事实上它是一个三立的 它只要不是明显虚悦不实 或者是 有被证明是无告 或者是违证被判有罪的话 它事实上都是保护下来的 除非这样台湾能够排除说 我这样不保护了 所以 那个如果说 对第二层的一个揭壁 第一层查五实据 后来进入到第二层 这一部分 如果还是查五实据的话 那事实上 依照草案 我们有规定说 这部分还是要持续在保护它的 它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包括身份 包括 包括人身安全 只要它是三立的 它是不是明显虚悦不实 或者是它不是无告 或违证被判有罪的话 这样我们是持续保护的 这样做一个补充 那另外那个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强制分层 在第二层的时候 因为我没担心就是说 有一些毒奶粉的一个 一个事件 毒奶粉事件 那个我想媒体报导蛮大的 那个就是有一个家 一个长辈 他就是用那个 用那个盐 摻在奶粉里面 造成那个小孩子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有一种 好像 纳中毒的一个现象 那这部分 在还没有查清楚的时候 那媒体一直报导 会让那个厂商 造成蒙受不大 很大的一个损害 大家觉得说 这个 这个奶粉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 就是说 用强制分层 因为外国的立法力 它也是用强制分层的一个方式 那这部分我们也非常可能就是媒体跟 民意代表 公益团体的一个接壁 那我想这部分 这是 只有层次的之分 但是我想这个功能 是一个应该是一致的 那我们是采外国的立法力 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修法 我想这也有考虑到 这个 民意代表 跟公益团体 或者是一个媒体 一个接壁的一个功能 以上补充 请官委员 其实你刚刚讲说媒体报导 那个不是我们这个法律 立法的时候要去防范的啦 你第二层的时候也有那个问题吗 或者是说我有强制分层 还是有那个问题吗 我们现在在谈的是说 如果他跳过第一层 这样的接壁者被报复的时候 要不要保护他嘛 我们其实只是在讨论这个 你这个法律分层 没办法防范你刚刚讲的事 完全没办法防范 顶多就是说 你的逻辑是说 我就是阻止你跳过第一层嘛 你要减少 你要减少他直接对外接壁的可能性嘛 因为你直接对外接壁的话 我不保护哦 那不保护是什么意思啦 不保护意味着 你被事后报复是活该耶 你被事后报复 没有救济途径耶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该这样立法啦 那你跳过第一层 直接对外接壁者 当他被事后报复的时候 我们给予保护措施 这个修不出法条来吗 你们非得要 你知道就是监察院要承接这个责任 监察院会翻掉吧 我不敢在机关内部 我就直接去监察院接壁 监察院哪有那个能力啦 监察委员有什么资源 然后把全国所有的弊案 到时候都去跟他检举 没有嘛 所以我还是没有得到答案 就是说如果他跳过第一层 直接对外部做接壁 然后当他被事后报复的时候 好 那他如何取得救济 那跟委员说明一下 如果是他先践行的第一层保护 那就自动跳到要受保护嘛 像第七条刚才委员也有特别关心的 人事措施 他一定要受保护嘛 在纵然他到查五实据的情况之下 但他原来的保护还是存在的嘛 那只是说呢 比方说我五月三十一要结案 五月三十一要结案以后呢 他的保护在人事上可能保护 他就认为说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他人事上会受处理 然后呢 万一啦 万一他七月一号被报复 可是他六月三十号 六月二十号呢 已经向明代或向媒体 来做第二层的这个接壁 那七月一号假如 他这个接壁到底会不会成立 不知道 所以我们那个第六条的第二项 有一个说 再向前向的人接壁的话呢 案子如果经过起诉 交互审判 那个起诉的时间呢 理论上来讲 应该不是很长啦 就是还要建议一个调查程序 就是有一个有权机关 比方说起诉要有权机关嘛 那如果是明代的话 他也不会自己审判 对不对 他可能会转交给这个侦查 或是说调查机关来做处理 假如说已经做了惩处 惩戒跟惩处 惩戒跟惩处都有了 这情况之下的话呢 那不必到先不谈 那个监察院的纠正弹劾 他比较后面啦 如果有这几种状况的话呢 他就一定要受到保护的啦 而且包括回溯 是有一个机制的稍微 稍微红记一下 有没有是不是这样 那也让稍微有点某种层次的这种 这种的 有一个综合性的处理啦 所以我们这个法不保护啦 我跳过第一层嘛 因为刚刚次长也不是回答我的问题嘛 你是指强制分层的 这个我没有意见嘛 我现在是说他跳过第一层 直接对外部接壁嘛 那我们这个法不保护嘛 好 那在现有的机制里头 他寻什么机制去求求求求求救济 如果是属于正人保护法的 我们后面有一条说正人保护法处理 正人保护法 好那只是正人保护法 它的范畴呢稍微窄一点 它比较偏重于形式等等这些的保护啦 包括人身保护令等等这些 那这边的话呢 特别强调 尤其第七条的核心 工作权的保护啦 不当的人事措施 这一种的保护 这个人是外界对 对于这个接壁的保护法呢 很重视的核心之一啊 不法引用本法第七条啊 你没办法引用啊 因为他没有做第一层接壁啊 我能不能问一下几个问题啦 或是我们在这个院板的这个设计上面啊 他是在第一层的这个受理机关啊 在时间之内没有通知这个接壁者 说我收到了 对不对 我才能向第二层去进行接壁嘛 但是没有规定说我收到了 假设我跟你讲说我收到了 我开始受理了 但是我如果调查十年呢 我就是说当我受理之后 我要怎么处理 这里面好像没有什么规定 就是我到底要调查多久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你如果把这个案子就 摆在那边 或者你就不调查 或者你这个调查非常没有效率 那怎么办 那我能不能因为你调查了三年 调查不出来 我就去找第二层的接壁 可不可以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能不能像同时像几个机关 可以啦 就是我第一层我可以去找好几个机关 那我如果去找好几个机关的话 只要有其中有一个 跟我回应了 那就可以 是这样子吗 好 应该这样啦 可以 我们这里是可以同时像多个机关啦 也不带他回应 只要他 像这个第一层的机关 来 这个接壁了以后 他就自动要受到保护 不带接案啦 所以刚才委员第一次有提 第一个问题 说十年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保护 也就是说我可以 在什么样状况 向第二层的机关去接壁嘛 那你如果 我觉得你调查 你是受理的 我知道啦 我开始受保护 可是我接壁的目的 不在于说要保护我啊 而在于说 那你要给我一个答案啊 我接壁的目的是要揭露 揭穿揭发这件事情嘛 当然我可能不希望 我自己的身份曝光 那你的时间是什么 你有沒有给我一个期限 然后这个所谓的保护呢 是在他的 有的是保护包括接壁者 也包括 因为这个案子 你们在调查的时候 去传去作证的人 他可能不是接壁者 对不对 那你们照道理说 这些证人的身份 也应该被保护啦 那这个保护的前提是在于 他没有 他的身份已经被知道了 好 所以才有保护 这个保护啊 很多包括不利的人事调动啊 或者讲证啊 这些都是你确信他已经被知道了 被他的公司或者是被他的机关知道了 所以他们加以报复嘛 但是如果他的身份应该是被保护的 那就没有这个 这个被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嘛 除非他自己要公开 那所以我今天假设某人 来接壁 结果他的烤鸡被打得平等 那你们就介入说 啊 你为什么给他打平等 不可以 那表示什么 表示你证明他就是 接壁者啊 会不会这样 假设你应该保护我 结果 我被我的机关打得平等 然后你们跟机关说不可以 他是被保护的对象 这个要怎么操作 基本上呢 如果是说他向低层的接壁的话呢 就自动受到保护 比方说第九条 第九条 他说这里有规定说呢 如果说他提出提出了这个 呃 这指公务员啦 那如果说有不利措施 因为他假如说我公务员被调动 我可以申诉 在这个过程中呢 要先以其他事实上调查 这是最大程序上的保障 比方说我因为我检击我的上司 我这个机关 所以我这个公务员被不当的 还有危机公务员身份 在第九条的第二项里面 从此呢 让你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今天我来跟你投诉说 我今天被不公平的对待嘛 我被从台北调到台东嘛 我家在台北啊 把我调到台东 但是我的接避者身份是 是被保护的嘛 是保密的嘛 那我今天来跟你们投诉之后 你们要怎么介入 你们跟机关讲说 这个人不可以调动 不是我的意思 您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这个所谓的事后的保护 他确实 除非就是你承认了这个人 就是接避者 或者这个人就是证人 否则你怎么去保护他 你只有一种状况就是 他的身份是公开的 就有的接避者说 我就是要公开 那我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因为我公开了 所以我本来的 当然这个就是变成另外一种 想到另外一种极端 就是我变成无敌铁金刚 你谁都不能动我 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可是我觉得 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保护 是在他的身份 我确信 他的 做这样的一个处分 调动的这个机关 或者这个上司 我确信他已经知道了 他的身份 那大家要去追究 泄密的责任嘛 但如果我不去 我没有办法确信的话 那我怎么去 跟这个机关讲说 这个人你不能动呢 在第七条 第七条的第二 第二项 第三项 第七条第二项里面 有规定到说 什么叫不利益措施 包括无故接入 无故接入他的身份 这个都不可以的 将来后面要负责 那第七条第三项里面呢 如果是第一项各款 各款的刑刑 而受到不利措施的话呢 的内部人员呢 他可以要求回护 所以他如果暂时 他没有回护 那也许就没有经过 内部的审议程序吧 包括公司部门 所以他第七条的第三项里面 有回护原职位 有回护原联资 然后包括不利处分期间的 奉纪工资 还有这个身体隐私信用等等的 请求随外赔偿 这个都属于 他可以要求来 他如果暂时没有要求 就含恨的去到台东去 那也许他等到后面案子结案以后 再来请求 也许他马上就请求 那这个可能在某种程序中 就会有削弱他的身份 但是呢 原则上 受理戒闭机关 不能主动的揭露身份 所以我们到第七条再来处理 那第六条的部分 除了刚才管委员 邀了右远 刚刚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就是说 我在第一阶段已经揭蔽 但是没有 就是不受理 然后所以我向第二阶段 去揭蔽 但是呢 在这里其实就刚刚所讲的 因为第一阶段的已经就是 就是说他那个 查五实据所以结案了 所以他不会再受到 这个保护法的保护 那他去向第二阶段去申请 去揭蔽嘛 那第二阶段的他去揭蔽的话 因为还没证实说 这个到底有没有起诉嘛 所以这一段的空窗期 事实上他是不被保护的 所以在这里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说 要等到这个之后 才依本法规定的保护 那能不能就与他的人身 跟身份的保密的这一块 例外给他在这段空窗期 给他保护 有没有可能 因为其他的回复 那都要证实 真的有的时候你才能够 就你事后的那些的 受到不利处分那什么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前面的人身安全 跟身份的揭露的这一块 的保密 能不能例外的给他 在这段空窗期 给他保密 基本上呢 按照地理论是都受保护啦 我比方说 4月1号向法务部剪辑 法务部都不理他 向环保署剪辑都不理他 那已经受理了 4月1号就开始受保护 结果呢 到了20天加10天 5月1号呢 还在向民意代表 向媒体来做第二层的揭霹 那民意代表那边 交给了5月1号 5月10号 才交给了这个法务部 交给了环保署 等等这些的话呢 但是呢 这个虽然是第二层保护 他在后面 第二层的这个受理在后面 可是回溯到 一样是同样 4月1号 那个严有就要受保护 这个就没有空窗期了 不会有空窗期 那是第一项 那我能不能问 接着以后有一个问题 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只要受理了 你就受保护嘛 对不对 那我可能这个调查 调查很久了 就是第一层受理之后 我能不能再向 多久我可以向第二层去揭霹 我一起问 你一起回答 你从文字上来看 这个有非常保守的问题在 只要 只要给予回应 只要给予回应 你就不能跳到第二层 你跳到第二层 而受本法保护的条件 就不成就了 你知道吗 包括说 我回应以后 我很久都没有结果 我就去外面揭霹 或者包括说 你的回应我不满意 你结案 我不满意 我去对外面揭霹 如果是我刚刚讲的 这两种 都不成就你 第六条给予说 外部揭霹 而受本法保护的条件 所以你的文字是这样 你的文字是 二十日内 未获受理 未获受理调查之东 之处请后 十日内能 未获回应 你知道吗 是这样吧 好啊 你一起回答 好啊 请说明 请署长 那第一个就是 有委员提到的就是 第一层 我们跟第一层检举了嘛 戒闭了 那戒闭的话 当然 未后回应就可以 二十天加 十天的都市 先就进到第二层嘛 那这个没有问题 大概委员 有提到的就是说 那如果查五十句的话 我还是保护下来 还是保护下来 所以第一层 如果践行到第一层 有 有 有 失灵的情形 大概我们三十天嘛 进入到第二层 那如果说 那第一层已经 已经查五十句 结案了 结案了 我们还是 还是无法证实 我们还是一直保护下来 这个可以 看到第十六 草案第十六条 他有这样的规定 即使事后无法证实 除非是他有明显的 虚有不实或 无告或者是 违证被判有罪 他一直是保护下来的 所以这个委员说 那个有担心 是不是空窗期 这个是没有空窗期的 除非是 他是恶意的 除非他是恶意的 或者他是没有空窗期的 没有空窗期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个 那刚才就讲 讲说那个 第一层 如果 他不是失灵 他不是说 我不跟你讲 他就调查的 旷日会时 旷日会时的一个情形 是委员是在担心 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当然是以草案第二项 第二项的规定 他必须要结案通知的时候 才会到第二层 才会进入到第二层 如果没结案通知 他就一直没有结案 这个我知道委员是在 你的第十六条没有处理我刚刚讲的 第六条的问题没有 你第六条是以他为条件哦 然后才去外面 以他为条件去外面 没有没有他没有差五十句嘛 你只是说没有得到回应嘛 就是还没查就旷日会时 就是还在 也不止啦 就是旷日会时也好 或者是说结案也好嘛 我对你的调查结果不符也好嘛 这两种情形 我去外面揭蔽 根据你第六条的文字 不受保护 那你刚刚讲的十六条 你的十六条的第一句话是 揭蔽者一本法所受之保护 所以你的十六条没有包含 我刚刚第六条讲的这两种 没有 我这样子具体来问啦 大家关心的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保护的这个骑程 跟他的范围 那我比较关心的是 到底他这个程序 他到底可以怎么做 具体这个署长听好 具体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 当我跟第一层揭蔽 他有具体跟我讲 他受理了 那我就不能再向第二层 对不对 那万一我等得很不耐烦了 我再向第二层去揭蔽 然后被 这个案子被 被曝光了 媒体曝光了 那我坦白说你怎么知道是我 也就是说我跟 法务部调查局 来揭蔽 我过了三天 我去找某个刊物 他把同样问题 先这个揭露出来 那你怎么知道是我呢 你知道我意思吗 除非这个媒体 把我的身份曝光 否则你永远不知道 所以你 如果你们本来的设计说 你如果 因为这样 直接就去找第二层的话 那你就失去了 这个揭蔽者的身份 那除非是 你有办法去证实 那是我 否则的话 你只能认了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这个所谓的第一层第二层是形同句文 我只要取得这个身份 你只要跟我受理了 我去找媒体 我去找民意代表 除非他把我出卖了 否则你去找郑英鵬说 那是不是某个人告诉你 你可以这样去问吗 那你简直是把他的身份曝光啦 那你可以去跟郑英鵬委员说 郑英鵬委员你要告诉我是谁 否则你就违法 没有办法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第一层第二层 只要我在你受理 通知我受理之后 我就取得被保护 那我就可以再去找媒体 这个你们有没有想过 第二个就是说 好那我如果等到很久 等得不耐烦了 那我不能再去找第二层 你们这个机制是什么 这个中文人的版本有机制喔 对不对 因为我说没有 他有机制啊 他有受理的时间 他还有处理的期程 你如果超过多久 你没有跟我讲 那我就可以去找 第三个问题是 你如果受理了 你也跟我结案了 这个书长 你受理了 然后你也跟我结案了 不管我跟几个第一层的机关 去揭蔽 那这个时候 我能不能向第二层 也就是我对第一层的处理 我很不满意啊 我觉得你们都是官官相互啊 你们没有认真调查 那这样能不能构成 我向第二层去揭蔽 如果不行的话 那你在第一层 如果没有办法 揭蔽的话 那你把我后面的路 全部都堵死了 我去跟媒体爆料 我去跟立委呈情 这个我都不是揭蔽者了 因为你第一层没有处理 所以我就不是揭蔽 除非 除非 除非他被起诉了 那这样我是不是又回到 揭蔽者的身份 是这样子吗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大概是这三个问题 你没办法想一下 主席跟委员 我们这一条是因为 确实是在文字上 因为刚才管委员也提到说 文字上 还有刚才主席 有一种 循环论断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保留 我们回去再思考一下 好不好 把这两层的关系 还是哪几要突破 还有包括刚刚中委 主席有提到中委员后面的这个 补充的机制怎么样的处理 我们是不是再回去思考一下 第六条保留 因为中委员有跳过第一层 直接去外部揭露的条款 好 你们是强制分层 你们回去再好好思考 好不好 第七条 那个不是不好意思 不是第七条 是中委员的 请大家看第 第五十页 中委员的第八条 中委员的第 没有啊 中委员的第八条 在第四十六页吧 四六四七 中委员有一个地方 外部通报程序 那个合并在对照 这个行政院版本 我们说对照 我们因为调次不一定要 我们对照行政院提案的 对应的调次 这个调文对照表 只要是对应的调次 都会一并保留 好 请各位看第五十页 中委员提案的第九条 请中委员先说明啊 然后请法务部回应 还有亲民党党团的第四条 还有段一康提案的第七条 陈明文委员的第九条 这个都是处理通报的 具体的这个形式 好请中委 我想我前面报告 从五十月开始 其实都是一个通报的机制 包括证务的一个扣押 包括内容的一个调查 其实 法务部这边跟我讨论的结果 是希望我把这几条 能够合并在他们的第七条 第七条条文里面 所以他当时希望我在第七条的时候 能够一并做说明 请法务说明 我们在第七条里面是强调具名 那具名的方式 也包括委任律师 具体表明的出来 所以我们也跟中委员有报告过说 如果是不是在第七条里面 把中委员的这个概念 我们在里面做补强 所以你们有提出 修正动力就是为了要补强这个部分吗 原来是说想要写在这个 说明栏里面 在改 那是不是委员的意思 是不是一定要放在条文内呢 还是说我们原来的构想 放在说明栏里面 是因为这第七条其实是跟后面的一个十一条 是有一个联动 就是针对委管的相关的一些的事业 跟事业目的主管机关 因为就涉及到改善跟罚款的事项这些 所以当时会有要求 法务部这边跟我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同意是把相关的一些的条文先放到第七条做讨论的时候 包括在副表里面是不是要再进一步的 那第七条没有处理这个部分哦 现在的条文没有处理这个部分啊 他在副提案说明 提案说明里面 主席跟我的报告 应该是讲在第五条里面的具名 因为第五条里面有讲到具名 合并在第五条里面 因为那一天 黄委员国昌有特别提到 第五条的时候 他的范围设计多广 那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把我的 包括我的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就已经涵挂在里面 那第五条跟第七条其实彼此是有联同性的一个关系 所以刚刚主席有才是第五条保留的时候 那就是涉售到第七条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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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一下这个法国部就是 这几个提案啊就是 除了具名之外啊 他还有其他的方式 像受理接壁机关 来通报或者是来做揭露 那这个部分你们是觉得不需要定在条文里面吗 基本上我们认为说委员所讲的这些方式呢 依照现在的行政程序法 等等都可以来做处理啦 那如果说委员比较care说一定要放在母法里面呢 会比较相信 我们也可以在第五条里面的后面的项 第五条里面前面呢 是有关于这个公部门 私部门的接壁的范围 那个对象啦 不叫应该主体 接壁的主体呢 要把它写清楚 我们也有出拟出来一个草案 那中委员所提到的 这个后面的一个通报 就是具名检举的 具名接壁的方式 包括什么样的范围 本来我们认为说放在 说明栏里面 然后引用行政程序法就够 那委员如果说要再接到后面 这个在立法律上 也有这种立法律把它写出来的 也可以啦 好请问各位委员的意见 所以这几个题案我们就不予处理 是这样子吗 中委员的这个案子 我们是不是就不予处理 我们并到第五条来做思考跟委员报告 这样好不好 好 第九条 中委员的提案的第九条 其对应其他的提案都不予采纳 第十条 应该说不予采纳 但是回到第五条里面 没关系啦 这个我们自己知道在第五条 因为第五条现在保留嘛 保留着我们再处理 好 第十条也是一样吗 也是同样的 因为在现行行政程序法也有保存资料的规定 那我们一并在第七条 所以做成记录这个不用再特别做处理 好 中委员等的提案的第十条 其他对应条文的提案都一并不予采纳 第十一条 第一条本来就是属于行政调查 通报以后应该做的行事或行政调查的换筹 那就回到行政程序法的调查 好第十一条不予采纳 第十二条 好的 我是不是回到相关的法律 行事的归行事 行政的归行政扣留 中委员有意见吗 你好 中委员提案第十二条不予采纳 请看中委员提案的第十三条 还有其他提案的对应条文 这是对于不予处理的规定 主席 这就是回到您刚刚特别在询问法务部的 就是针对在调查的过程或停止调查的过程当中期间 如果他不易调查 也许或者他调查期间可能拖了两年三年 这个时间的第二层的关系怎么去做一个因应跟处理 那这一部分可能要请法务部再做进一步说明 跟委员报告 这十三条有关于不受理调查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是规定在我们的十六条 但是我们十六条的定义是说 他不受保护的例外 所以在我们院版的这个接避者保护法 并没有特别去订定哪一种情况下不予受理 我们着重于是哪一种情况下可以受到保护 所以这个在院版里面是没有规定 并不受于调查的相关的规定 如果到院版的话 每一个来接避的案件都必须要受理 然后受理之后 你们要把这个你们有可能 就调查的结果要通知戒闭者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不会有不予受理的 或者跟他讲说 如果不是 如果你这个检举的因为不符合 你这个可能是如果照 你们现在的副表的话 假设现在照副表 说这个可能在职场性骚扰不在我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我就跟你回复 所以你应该去跟这个权责机关去做申诉 这个我就跟你回复了 我也受理了 我跟你回复了 这个案子就截掉了 对不对 是这样子吗 如果可以按照行政程序法内不受理的事 我们会直接就是跟他告诉当事人 那我们在这一个院版的条文里面 有规定一条 如果他受理的事项 非他全管的话 他可以按照行政程序法 或行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移转管辖 那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受有本法的保护的 主席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中委员的13条跟相关 并案的提案呢 可是在程序上的处理 那好像也有可踩之处 是不是这条我们是不是保留 我们在相关提案 可不可以把委员的案子先保留 这个条文是不用保留 因为我们这个是新的法案 它不是部分修正 所以你要 我们在提修正动议 要提新的条文都可以 主席 来请中委员 因为第10条跟13条 其实基本上都是程序上的问题 我个人并不会说 特别要坚持要不要保留 其实这一部分 其实后续的 不管后续的相关条文 其实都会有连带 所以这是属于程序上 基本上我不会很坚持说 这13条一定要保留 以上说明 好我再次说明 跟法务部说明 因为你们如果去检讨之后 要提出新的条文 这个不是现在现有版本的条文 都可以提出来 请委员提修正动议 我们中委员提案的第13条 及对应的其他提案的条文 都不予采纳 第三章 张鸣不予采纳 56页 对第三章张鸣不予采纳 请看中委员提案的第14条 设置公益通报者保护官 这个请中委员说明 这是依据消保法 从消保法里面是希望有一个相对的 能够有一个对于当事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保密 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才能够把他的 不管是他的工作权 或者男生的一个保护 能够受到相关的一个身份的一个保密 以上说明 请法务部 主席各位 中委员的利益是不错啦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法呢 是比较倾向在保护当事人 就是接闭者 那是不是一定要在设一个官职 这个跟消费者保护不一样 消费者保护是他有一个 管弯性的消费事件 需要有某一个主折的专人来做处理 才做消费者保护官 那接闭者保护官的话呢 基本上 不管是第一层 或是说耳后的第二层 这个思考呢 那是也不见得是有一个保护官 他可能分散在各种不同的部门来做处理 而不是唯一单一的保护官来做 所以14条15条 我们是比较倾向于建议说 是不是就不予处理 我们将来要不要设保护官来做专责 以后再做整理思考 请观众委员 有没有折中啦 例如说 我问过嘛 我一个接闭案出去 然后你整个受理跟调查的过程 总共多少人会盖到这个案子的章 然后这些人 有多少人会去知道 那个接闭者是谁 好 那其实那个思考就是 中文委员这个保护官的职能之一 如果我知道 我知道我机关里面的某某人 就是受理接闭案件 好的指定的人的话 好 我会比较放心 因为我案子经过那个人 他是第一或唯一 他应该要被设定为 是唯一一个知道 接闭者是谁 然后他要负这个保密责任 然后他去 走这整个调查的流程的时候 他要去识别化嘛 好 那这个保护者 是谁的这件事情 可以得到充分的保密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所有的保护 它的源头都在于身份曝光 能不能避免 所以如果说以这个保护官 刚刚次长讲的 我当然也认同 你不见得要有特别一个专职的人 从头到尾去负那个责 但是你总要有一个专责的人 是被指定说 我接闭者的身份保密 如果我知道这个管道 它是唯一的一个管道 很具体的一个管道 然后他要负责这个身份的保密 如果有这种机制的设计的话呢 就是我指定 譬如我要指定 他是政工人员或者是机关当中 首长应指定一人 来作为这个受理揭蔽案件 或者是怎样 你总要有一个机制 让接闭者知道 我的流程是什么 然后也让他们放心 说我的身份是有人 要给我身份做最好的保密 这个我跟两位委员 讲我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接闭者保护官 他一定不是负责调查 你接闭的内容 他只是 如果知道管委员说 他是一个管道 就是他是一个入口 从我这边再去分给其他的 但是可能分了之后 这个可能就 你们就不知道 这是谁提供的了 那中委员的这个提案 看起来好像是说 他是要保护 这整个流程 如果万一 就要确保这个流程 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就不止 他就可能不是一个入口 他可能是在 万一这个事情发生了 有人泄露了 他要去调查 所以他现在红有第15条 这个行使调查职权 那如果照管委员的这个 意见的话 这个入口 有可能是被调查的对象 因为如果万一他曝光了 他可能第一个 有嫌疑的人 他就不能再去调查别人了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设计 那当然这个两个 这个设计都是 行政院版没有的设计 那 有利有弊 也就是说 主席 主席 顶中委员 我想 1415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保护的一个单一窗口跟四川的一个统一啦 那当时我设计的1415最主要就称如刚刚主席所提的 我想不管是欧盟的克制法或的保护法其实都是有一个保护官 而从其他国家的先进里面都特别会设有这个不管是日本都会有一个保护官的职 那一个保护官的制度最主要就是希望可能涉及到不同的主管机关之间的一个全责分工的一个领域 所以需要设置借币的一个保护官 落实几乎的保护各级跟统一的一个四川 如果1415条 那我希望是说法务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正路 管妈刚刚特别提到的 如果我推让没关系 但是最起码要有一个单一的窗口 那统一四川 单一的窗口 我的疑虑是跟刚才管委员提出来那个疑虑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的制度有可能设计的很完善 但是我们的文化会出问题 假设这个保护官或者这个单一的这个入口 它是由它的上级指定的假设 譬如说县市政府它去指定一个 所以你所有的接壁都要经过我的记要秘书 类似这样子的话 我想大概不会有人敢去接壁 所以说明会这样 也就是它有好有坏 就你把它你说 你就速做一个嘛 所以就觉得它是好控制嘛 所以状况会不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这个也要考虑啦 但是倒是说 这个事后的监察 法务部有没有机制 就是万一 这个所有的这个需要保护这个过程 到底是谁在负责 他有没有被泄密啊 或是是是联政署吗 应该是回到各个机关 可能我们的政工人员 政工机构同仁呢 就会有很大的责任 我讲是行政机关而言 所以刚才我先回应 刚才中央委員所提到的呢 需要设一个单一窗口的 恐怕就是第四条第一款里面的工部门里面的窗口 那师部门呢 我们有没有办法指定他 比方说台硕 我能不能要求 他设一个监察机关类似这样的 因为师部门没有政风嘛 所以这个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工部门也许我们可以考量 在条文里面呢 加一个 我们上次在那个监疫行政法 就有提到我们的申诉 要建立一个单一管道 这类似方式 恩泽单一管道意思就是说 你非经过这个管道 否则假设我去跟 跟这个检察官去揭蔽 这样也不行 那个23456款 那就是不是占一窗口的问题 我后面还没讲完 就是这个原因 你扣一下检察机关 你没办法占一窗口嘛 我们第四条的管理扣大 那所以23456 这个就不准设单一窗口 所以不是保护官的问题 你像检察机关 像监察机关 甚至像这个 司法检察机关 来检举 调查局来检举 它不是单一窗口的问题 你没有了解 中委员的意思 不是受理 不是 中委员的这个版本 它并不是受理揭蔽 而是它是要保护这个程序 对 这个 我不晓得我没有理解错误 他不是说 你们揭蔽要跟这个保护官揭蔽 这个就不叫保护官 保护官是要保护揭蔽者 是要保护这个程序 所以他要成立 他要设立这个保护官 这个保护官有一定程度的调查权 他是要调查 说为什么这个案子会泄露出去 或者是说 这个揭蔽者他被 不正常的调动 他是不是 被报复了 所以这个叫做保护官 那管委员的意见呢 他不是保护这个过程 他是作为这个保护的 这个机制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你所有的跟 假设公部门好了 你要跟假官去揭蔽 你要经过我 你任某人来跟我揭发你的上司 这个有贪污 那你经过我这个入口 然后把你的名字遮掉 我们把这个案子移给地检署 这样子有没有这个可能 或者这样子好不好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是你们要回答是这两个不同的设计 要设单一的受理的结果就不好 因为事实上呢 受理揭蔽的那个 那个标的 内容可能会很多 比方说银件啊 采购啊等等呢 可能不同部门 不同机关 他同样的采购 同样的银件 都会有不同的弊端的产生 所以 是我的意思啦 不是啦 他不是叫你去调查啦 对 你们来 来揭蔽 透过我这边 然后我接案之后 我转给其他的机关嘛 就是 这个比较复杂啦 但是 这样会转的太多手 没有必要 好那 我们就回到中委员的这个设计好了 那中委员这个部分的话 实际上一线型的机制 是有的 比方说 不当调动 可能设计到人事 正风 同时呢 广幻性的来讲的话呢 那正风也可以接触调查嘛 另外呢 如果涉及到公务员的申诉 我们公务员保障法 里面也有申诉程序 那是像保训会 考试院的保训会嘛 所以机制上是有 也许 我们 那中委员这个意见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要做临续东西来做 我们要把 本火通过以后呢 要建立一个 机关之间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机制 明确的表彰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话 就可以来做处理 好 主席 其实 其实段委员刚刚主席 特别解释的也没有错 我们的保护官是在做我们保护接闭者的一个工作 也就是说 落实接闭保护 我认为说可以弘良新制一个保护官的可行性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是冒手成规 其实这个建议案 这个条文是对于 这些窃闭者 有能够受到更益成的一个保护 比如我为什么会有 别人知道说是我泄密 那当相对的 我们都是希望有一个保护官 一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 其实是在我们条文里面可以去设定 跟委员报告 那个如果说是采丹丽窗口的一个保护官的一个机制 我看这个场合好像设置在县市 县市政府 行政院直辖 就是行政院直辖是县市的县市的县市 那因为我们那个接闭的 受理接闭的接闭 我们现在已经强制分两层了 那如果说以丹丽窗口的话 他受理在分到各首属的这些的第一层的 那是不是要时间又拖久了 那有更多人的接触 我这个会不会衍生其他保密 或者是有一些的 这个署长 中委员的版本 他不是这个接闭者 这个保护官他并不是受理的窗口 他是在事情发生之后 他介入调查 假设有一个接闭者来跟这个保护官投诉 说我的身份被我的老板知道了 不管他是公部门或私部门 那这个接闭者保护官 他就要去介入调查 说是不是真的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知道 那有没有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泄密 或者单纯只是因为这个事情 他的老板被调查 他老板猜测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让这个接闭者感受到 他被威胁了 或者他被不公平的对待了 所以他并不是 中委员的这个版本 他并不是一个受理的窗口 我了解了 这个中委员这个意见的话 是不是说我们将来在私营细子里面 不要设保护官 因为设一个保护官 他平常没事 没人来接闭就没事 而且是涉及到官制官规 官制官规的话 又要设一个职缺 还有一个考试 等等这些会比较复杂化 那是不是我们将来在细则 把中委员的这个 受理到接闭 他需要保护的事件 那主管机关呢 该管机关就必须要指定 专责人员 专责的单位来做处理 是不是这样的话 就把中委员的意识可以纳入到 这个细则 就法国民党里面 不要再写一个官职出来 指定专责来处理 这样好吗 请官委员 刚刚讲的每一个机关 他都首长应该指定专人 做受理的工作 还是怎样 这个还是需要法律保留 不是在细则就可以处理的 至于说到底怎么建制 再思考一下 再去设计 这个管委员我的意见是这样子 就是说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讨论 变两个不同的方向 一个是中委员的 是事后保护 一个是您所提到 事前的接闭的管道 那接闭管道是这样 他怎么样 除了比如说公部门 他可能比较清楚 比如说在机关 可能是他正锋 或者是机关的首长 就是我这个 接闭者他信任的对象 那事部门就很复杂 事部门的接闭呢 如果说有这个公司老板 去指定一个人 跟大家讲说 你们如果要接闭的话 来跟我的秘书讲 那我有可能 这个接闭的对象 我是要找老板信任的人 还是我信任的人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身份会曝光 当我就跟他讲的时候 这个人就会知道我 那法务部的意见是这样 就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也就是我现在要特别 让一个多一个人去知道 你是谁 他还要把这个案子 转给其他人去调查 那有没有这个必要 那有在这个机关里面 你合理来说 你应该知道说 我可能可以信任的对象 是谁 因为是我要接闭的 这个内容之不同啊 我如果要去 接闭的对象是我们的 机关的正锋人员 正锋是主任 我当然不会去跟正锋接闭啊 我可能就会去找地检署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给我规范 我只能去找这个 那我就会 比较僵硬一点啦 那中文员我们这个条文啊 第十四 您的版本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是我们先保留好了 好不好 你们再跟法务部再讨论看看 好 中文员提案的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我们都先保留 请看行政院提案第七条 有修正动议对不对 请宣读修正动议 请参与修正动议编号一之六 第七条 对照行政院版条文 将第一项中断 从事工作或 至报酬之人 前面从事工作四个字删除 其余同行政院提案条文 提案人委员中文照得 好 请 这个是替 是法务部提的修正动议 请法务部说明 这部分跟委员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是配合接避者定义 我们接避者定义 本来是有从事工作或是报酬之人 现在把从事工作这个几个字拿掉 所以我们在这一条 一并删除相关的文字 好 谢谢 所以第七条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很久了 对不对 所以必须要保留嘛 好 我们第七条就先保留 没有吗 内容没有讨论 内容没有讨论 我知道行政院的版本 所以第七条 是有关于人事措施的部分 我知道 所以 第七条的对于这个 第七条是这个重要的条文嘛 就是对于接避者的保护 是不禁止不利 人事抽 好 请问各位对于 条文有没有意见 请红委员 好 我这边的意见就是 因为刚刚主席也讲说 这是到底保护这个接避者 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以目前的条文来看 行政院的版本 看起来的这个保护的这个范围 看起来是比较限缩的 因为在第一项的最后那边是写说 而意图报复对其才行不利之人之人事措施 所以是把它限缩在人事措施这上面 那其他的委员跟时代一样版本的话 我们用的是不当措施 所以它是比较宽的 所以我在这边是不是可以建议 这个行政院的版本的文字上面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 因为其实人事措施 虽然你们里面写的是蛮详尽的 但是其实非人事措施的部分 也有可能是需要去被保护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职场上面 除了人事上面的一些调整之外 其实有时候长官或是机关要整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手段是会非常多的 可能不是只有在你们罗列的这些项目里面 那所以我觉得那个文字上面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调整 那当然这个也可以去呼应说 比如说有一些职场的霸凌 因为你可能去接壁之后 可能就是内部对这样的一个接壁者 他有一些意见 然后透过一些霸凌 那你可能也没有办法符合到你们罗列的这些项目 比如说 这个人他本来工作都好好的 但是因为你要整他 所以你就特别 就什么工作都不给他做 就让他做能板凳 这也是一种状况 但是如果这个要放到你们的这些项目里面来的话 到底怎么样去 去说这个是哪一个不利措施 所以这个我觉得 看你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调整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就是这个我们在后面那个补救的部分 那如果是在民间的企业 如果这个人已经被开除了 那这部法令可以帮助他什么 还是他还是得就是透过法院去打这个 就是确认雇佣关系的这个 这个部分再来去复职 所以我想要知道是这部法律可以帮助到他什么 好 请说明 基本上呢 他如果说受到这种不利措施 而被解职的话呢 当然主管机关可以要求他做啦 当然主管机关如果不要求 第一个 他可以向这个公司 师部门来请求回复 那公务部门的话呢 可以请求回复 那如果不回复的话呢 公务部门就必须走公务人员 申诉这个保障法的程序来做处理嘛 那师部门的话呢 那也没办法强制 当然他的主管机关呢 也可以要求 但是也没办法强制 那这时候呢 他必须向法院来请求恢复 就像我们那个恢复民意条例里面呢 要向法院来请求 所以这个可能他后续的处理呢 最终还是要走到法院 那公务人员保障法里面呢 最终也有这个副省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 申诉 还有像行政法院的 最终是法院 那刚才委员所提到这个人事措施 我们 其实都已经喊 这里面是蛮广的 最终我们是表彰说 这里的人事措施的范围广 那如果委员认为说 下列不利措施 我们是要看看 他说不利 他是人事会不会太宅了 我知道就写措施 要不要错 我以为卖不准备了 我可以不够 这种这个COMP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应该是第四款吧 第五款 第五款在哪里 第二项的第五款 讲错了 第二项第五款 无故揭露 揭露身份 这个就不见得是人事措施 是属于不利措施 那是不是把知人事三个字呢 我们在这几款 这几项里面都把它拿掉 用不利措施来替代 大概 这些所有的保护措施 除了身份的保密之外 大概都是在事后 而且都必须要 揭露这个揭露者 或者证人的身份 就是他的身份已经被揭露了 有可能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了 那 等于是他自己也愿意承认 或者大家都知道就是他 否则你这个保护措施 你没有办法进行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假设 我这个 这个对他的这个 这个 报复啊 他可能不在薪资 不在讲诚 不在调动 而是在职场的冷言冷语 或者是特别把你的业务啊 做调整 或者是每天就看到 走过你的时候啊 就跟你讲一下说 你的药白啊 或者这个东西 类似这样子的 有没有在这个条文里面 有没有做处理 来 麻烦说明一下 各位报告一下 有关于这个部分 有关于职场霸凌 或者是遭受歧视的部分 其实就在我们的第二项的第五款 无故揭露揭闭人的身份 那这部分我们在立法理论 已经写得很清楚 如果因为揭闭 他有遭受到这样的措施的话 他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这个当然还是前提还是 这个揭闭者的身份被揭露了 本来在说明栏里面 有特别提到这一条 说明栏的第三点的后段 有个TWT的 好 各位委员对第七条 来请中委员 谢谢主席 我想我对第七条 我自己也有 在我的条文里面 应该是第十八条了 其实是针对我自己 有特别 特别 加了一些的条文 跟行政院本的一个差异性 大概就是针对 中指 中指以定定的企业 或阻止定定其企业等 影响经济地位之决定 且显有不当 不当 就是要处理所谓的 之前我特别提到 包括委任 承染 再承染关系 或像派遣这方面的三方面的借逼者 相对的也能够受到保护 避免契约被借逼对象的一个 报复性的一个宗旨 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受不利 不利人士之措施的内部人员 是否请求 陪赏 惩罚性的一个赔赏金 所以在我的版本里面 也特别呼吁请求 损害陪赏三倍以上的一个 惩罚性的一个赔赏金 让受报复的 的借逼者 虽由此请求权 但仍然是要请求法院的判决 如果只是填补借逼者所受的损害的话 对于 对于阁阻借逼对象的保护 效果是有限 所以建议 建议人可赋予 惩罚性的一个赔赏金的一个请求权 那大概是我跟行政院版本 相对的一个差异性 以上说明 中文的版本包括对于 可能对于师部门的 这个接避的这个保护 他有业举更多的这个状况 那么有可能会牵涉到的包括 作为证人的 譬如说 公司部门的签约厂商 他可能不是接避者 但他可能是证人 所以你不能做这样的报复 就因为他作证 所以我本来他是承认我公司的这个团善好了 我因为这样我就明年 或者是我就终止跟你的合约 作为报复 那这个部分 你们要不要跟 参考中委员的这个版本 对于你们行政院的这个提案 要不要再做一些调整 也就是把 各种的太阳能够 作为更周延的一个保护 或者你们在这边会 就可以马上回应 觉得这些版本你们都研究过了 是没有必要的 那没关系 直接说明好不好 那跟委员报告 其实本法最大最大的宗旨 是在保护内部人员的工作权 有关于订定契约的部分 他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 去考量说 要不要跟他这个厂商 继续有这个契约的关系 那这个其实比较复杂 而且跟我们立法宗旨 其实不太相同 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是决议说 这个应该还是维持在 所谓工作权的保障 终于说明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接闭者保护 我还是在保护接闭者 那接闭者是他所属的企业 或者说所属的公部门 等等这些的 那个企业等等 是属于另外一层的企业关系 法律关系 那不是我个人 接闭者个人的因素 你们不好意思 你们在第七条的第一项的第二款 或第三款 他们保护的都不是接闭者啊 配合弊案之调查或担任证人 他不是接闭者 他是证人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第三款 拒绝参与弊案之决定或实施 他这个 不是接闭者本人吧 这个当然不是接闭者本人 那这也是我们定义的 准接闭者的概念 那这些人 这些包含 揭发弊案 配合调查 担任证人 这些人如果他有因此受到不利的措施的之后 他一样可以有受到接闭者 把无法的保护 意思有说 假设我今天 揭臂的这个案件 是一个公共工程 然后 这个公共工程的厂商 他在接受调查的时候 他作证了 或者是 他是一个私部门的 一个契约的厂商 他因为在调查的时候 他作证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当然不会有工作权的问题 他不是工作权 他被报复的不是工作权 他被报复的可能就是 这个我就不再跟你续约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对于这个证人的保护 如果仅限于工作权的话 你就是把这个证人 局限在 同样在这个机关的受雇者 就是 有可能是我这个接闭者的同事 那如果他不是同事呢 他有可能被报复的手段 他不是必须要承受 这个被报复的手段 来请光源 就是说到底范围 是不是要把 机关内部 派遣 或约聘 或临时人员 也保护进来 这个我觉得值得思考 但是如果说是民间的 民事的合约关系 这个部分感觉上就是 要失于保护 会有其他的 那个 法益 相较进来 比如说 他因为是契约嘛 他很可能还是我公开照片的结果啊 或者是 各种其他 其他的那个民事程序的结果 会不会很难认定 或者是 这个保护 会不会就阻缺了 他的那个契约进行的 既有程序 这个部分是请教你们啦 我也没有定见 然后只是 听起来好像 这个部分 呃 是 是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来 请 刚才那个中文元这个版本里面 第七款里面 这正叫企业的部分 是比较 不是 戒闭者本人啦 刚才主席有提到说 第一项 所指的是 我自戒闭者 是人 因为我去作证 因为我去作证 你去对我采取 报复性的 不利措施啦 现在不再讲人事而已 不利措施 比方说 因为我去配合调查 第二款是 因为我拒绝参与弊案的决定 我 不要同友和乌 你去对我做报复性 这些都不能 不能做的 不能要求 那 同时呢 你对我后续的 就刚才主席一再提到说 后面嘛 我去做了作证 我不参与了 你后面把我采取 报复手段 不利措施 那里面列好几款 那不利措施 包括第一项第一款的解职啦 免职啦 减缝啦 就是我个人被减 个人被fire掉 个人被不当调动 那中委员所提的 第七款里面呢 是终止 企业 也许是我个人 我去捡几的 我也许跟这个 公家机关 他有个某种采购 刚才管委员有提到 他采购的 采购的合约 本来就应该 要按照采购法处理嘛 那如果是私部门的话呢 有企业关系的处理嘛 那是不是要在这里做 因为我个人 接闭者 我接闭者个人啦 我接闭者个人的行为 而造成这个契约 另外一层的立切关系 扯进来 这一点 我们当时是考量说 比较 采取这个 说这一方面 不要再勾立多几会啦 那至于 中委的版本里面 有提到说 那个 惩罚性赔偿 我们是比较倾向于这样的 因为 这个部分的话是 我这一位 接闭者 受到 报复性 不利的措施 所以呢 我因为这样受害 那因为这样受害的话呢 是个人的部分 个人跟 公司 个人跟公家机关 的 这个部门 来做处理的 那所以 尽量是朝向说 维持我们 损害备产的机制啦 就是所受损害 所失利益 加上呢 有精神是要 为腹筋 来做处理啦 那至于说 惩罚性赔偿 一般是比较对于说 公司 厂商 业界 对于不特定人 产生的 这个是特定人 对我 借毙者 很特定的人 所以尽量再不要 再加上 那个惩罚性赔偿 不然的话呢 我们那个随便赔偿的机制呢 会比较凌乱 主席 因为刚刚 请中文之后 请邮委员 刚刚市长特别提到 对于 惩罚性的 那个赔偿 我特别把它 订定是因为我知道 原来现有的民法 本来就有规定 他可以去 请求输送赔偿嘛 但是如果你没有 自定在那边的话 没有一个 阻止的作用嘛 最起码 受接闭者的 当事人 他可能 面临到的 他已经被泄露 身份了 他可能 已经离开 工作职场上 那相对的 他当然要收到 一个惩罚性的 一个 一个 赔偿金给他 那对他来讲 也比较 比较受到保护 那这个 我也没有特别 要求要多高 而是 赔偿金的三倍以下 之 之 惩罚性的一个 赔偿金 其实如果你依照 劳基法的相关规范 其实那个赔偿金金额 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最起码 要有一个文字的 一个条款 让这些 让这些 接闭者 就算说我的身份 被万一真的曝光了 最起码 我对我后续的一个 我要去寻求工作 工作这一段的 共党期间 我还有一个 惩罚性的赔偿金 给他 对他来讲 他的家庭 或者他在 寻求下一个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 共党这一段时间 有一个惩罚性的赔偿 对他来讲 也受到另外一层的保护 一双说明 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惩罚性损害赔偿 我们法务部 比较 对个人的受害的部分 尽量的不要 原则上 不希望说 扩张那个惩罚性赔偿 个人的受害部分 因为像 以我们这个案子来讲 我们本法来讲 我们在第十条里面 院办的草案第十条 第三项 也有一个代业 的 这个补偿金 我们在用其他机制来做处理 不要只用 损害赔偿的机制 损害赔偿就把它维持在说 明法上损害赔偿 那至于说 特别法上有增加 那个惩罚性赔偿 一般来讲像 消保 食安 因为他的对象是不特定人 所以才用这种的 特别机制来做处理 这样对于我们整体的 损害赔偿法制 会比较理想 同时在我们在这一条里面呢 刚才的第几款里面 可以请求的 那个第 第几款 第二三款 我们第三项里面的 第三款 跟第四款 第三款第四款 有财产上损失 损害的赔偿 第四款 也有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就有了 所以说这个法院呢 将来如果有 不同意见的话 就法院呢 斟酌财产上 财产上处理 来做损害赔偿 机制上的裁判 这样也许会 对于损赔的机制呢 会比较符合 损害赔偿整体的机制来做 优委员你要先发言 好 主席 请说 针对赤长刚刚提到的 其实我刚刚 特别提到那个程序 基本上在第十条里面 倒是有依据 第七款第三项 负责事实上 先有困难 负责得给付 受雇人不利 以适用劳基法的相关的 劳工退休券 或其他的法规的资浅贵 你也知道资浅费非常少 资浅费最高 最高也许多 就算你刚刚做了 做了十年 十二年 十五年 你的资浅费 依照现任法令的规范 也是六个月而已 也是六个月 那所谓的 包括你所谓的 补偿金的一个组合 其实那个叫做 待业的补偿金 就像你讲的 我为什么要特别 在第七条去设定 也就是在 呼应你那个第十条里面的 相对的 你的补偿的金额 确实是 在我看来是比较少 比较低 那为什么我在第七条里面 对于这些 接批者 当它发生到 你们明明在 第十条就写的 很清楚 它就已经身份被泄密了 所以它在 副职上一定有困难 我跟你讲 当我举划这个 在师傅们里面 当我举划这一家公司里面 我可能找别家的时候 我就设黑名单了 你懂吗 其实老板跟老板 事业单位都会通报 这个人不可以用 这个人会 公司有什么违法 事实上 他会通报 他会报名 我们常常看到劳工朋友 在寻找工作的时候 事业单位明明知道 他有这个能力的弯强 但是因为他有这个挤发的 这个 造成他在负职上 求职上的困难 确实比一般人高 就是比一般人高 所以我为什么会要求 在第七条里面有一个惩罚性的赔款 这个最起码对于当事人 会比较有再进一层的一个保障 以上说明 跟委员再报告一下 那个委员如果说要提高他的 比方说代页补偿金 比方说第十条 把三个月要不要改成六个月 可以再思考 这个应该再计算一下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针对的是说 损害赔偿呢 特别的损害赔偿 这种的惩罚性赔偿呢 我们是尽量的要缩小他的范围 要在不特定的被害人这边 来加上去 比较符合我们的损害赔偿法制 那至于其他的 为了要增加给他一些 这个补偿金的性质呢 那在第十条或相关条文里面呢 把他的基数扩大 或是他的这个 期间扩大 这一点我们是可以考量的 所以两个给他打开了呢 好 请黄委员 不好意思 我先表达一下 因为我们国产委员的版本 第23条要有惩罚性赔偿的部分 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主席先保留 好 我们第 优委员不好意思 那个中委员的第十八条 那十八条的第二项 就是对于那个所谓的派遣的这个部分 他有特别的规定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跟那个中委员 他也有提修正中意第五条 他把所有的这些范围都把 就是劳动派遣放进来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一并 就是一并保留 谢谢 我们第七行政版本的第七条 还有其他的提案的对应条件都一并保留 还有修正中意都一并保留 好 请大家看第六十七页 行政院提案第八条 还有陈明文委员的提案 还有余婉委员的提案 八条这个部分的话呢 跟主席委员报告 是举证责任的反制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如果他要请求 这个说他是受到不利措施 但是呢 因为他要举证 有时候很困难 所以我们把一个举证责任倒转过来 那第一个呢 就是揭闭者 他只要主张 简单的三种 一个主张他有戒闭的行为 什么说戒闭的 第二个 他受到什么样的不利措施 他只要讲出来就可以了 第三个 不利措施 是发生在我戒闭之后 不是之前 比方说他原来就要被调动的 跟他戒闭之前 那这个他只要举证说 我四月一号戒闭 五月一号 我因为这样被报复出来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只要举证这三点 然后后续的举证呢 那就要由这个机关 公部门或市部门 来做说 他的作为 并没有对他做不利 那就举证责任的 这个反制的问题 好 因为牵涉到前条 所以我们最后可能 必须要 还是要保留 但是 请问各位委员 对于内容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 纯粹是因为 这个相次的关系 必须要保留了 好 第八条保留 请各位看行政提案第九条 六条是针对公务部门呢 公务员呢 他提起的这个 在那个申诉等等的 这个救济措施呢 好 那在第一项的后段里面呢 他就先以其他市政 在做调查 也就是说呢 对于接闭者 公务部门的接闭者 要给他 比较优厚的保护 就是说 不要拖太久了 那另外在第二项里面呢 有 规定的事 就是损害赔偿的 请出限 时效六个月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那请委员 来做处理 好 请问各位的意见 主席 第九条 我相关 没有重大的 相关的正义 以前我只是 对于第九条 第二项 第三项的 一个损害赔偿的 请求权 并无类似 国家请求赔偿法 第九条的 一个相关 意义规定 我想说 为了免正义 是不是请法务部 在建议部说免 会比较走延 以上 周伟你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他 他的 医务机关就是 他所属的 所属机关的 这个是公部门 比方说他受到 不利处问的是 这个考试院 那考试院就要 就赔偿嘛 比方说他不利处问 的是营建署 那营建署的 就要 归于内政部门 我刚刚特别就是要求 法务部做个说明 那这样我们在这法条里面 会比较清楚 让大家也能够了解 因为毕竟我们今天是实况软部 再把它加强说明一下 就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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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不利 措施的 那个 该管机关 但是因为他 牵涉的条文都保留了 第七条保留 所以 他也必须保留 好 我们休息五分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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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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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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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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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本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以说 在这里呢 感谢观看 我们最后 就是 我们最常看 感谢观看 我们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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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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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是这样讲 应该要 但是 最后 对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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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 是 是 最后 是 最后 最后 那 是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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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對 是 最后 是 最后 我们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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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后 是 最后 是 是 最后 是 是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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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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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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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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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后 是 是 最后 是 是 最后 是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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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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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最后 最后 是 最后 最后 是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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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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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后 最后 是 所以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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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